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幅由原先公布1.6%的升幅向上收定为2.2%的升幅 亦比市场预计的1.8%的收定升幅高 除了这个数据之外 昨晚亦公布了供应管理协会8月份的纽约商业状况指数 指数是560.5 比7月份的559.8%轻微上升了0.7% 不过速度看见就放慢了 但现放指数就跌到51.4% 而6个月的前景展望指数也是下跌 跌到61.3% 道指昨晚高低波幅只有77点 最高130.95% 最低是130.18% 收收130.47% 升了12点 而纳指收3069点 跌了6点 高低波幅纳指只有20点 最高30.82% 最低是30.62% 标普最高1408点 最低1401 高低波幅只有7点 收市收1403 跌了1点 个别股份方面 公用股表现最弱 而资源股在星期二显著下滑之后 昨天出现反弹 欧洲央行今天会开会 市场广泛报导 欧洲央行将来大量卖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 希望直至降低他们的债息 所以就令到为市场带来一定的支持 但是也要留意的风险 就是说现在市场提升了预期 如果到时今晚 欧洲央行是没有宣布 或者是购债的规模 令到市场失望 又可能会为股市带来短期的回吐压力 另外也有彭博新闻有报导 又说引述一份德国的雜誌 欧洲央行在考虑在债息方面设定一个上限 希望这样去维持着负债高的欧洲国家 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 就是控制债息的水平 但是欧洲央行已经作出了否认 就是说这个报导是完全误导的 个别公司方面 就看到FEDEX 联邦快递 因为公布了贵道业绩 和调低了盈利预测 所以股价昨晚跌了百分之二 连带到其他做快递服务的股份 好像UPS 股价也受到拖累下跌 FEDEX 和UPSCD的一般的业务 都被视为经济未来的指标 如果看FEDEX 调低了盈利预测 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啟示 如是环球经济 接下来都仍然呈现放慢 纳资方面 看到Facebook昨天反弹了 之前跌穿了18美元 昨天升了4.8% 因为他的行政总裁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表示未来一年都不会减持股份 所以为股价带来支持 美元昨天对主要货币下跌 因为市场中景 来到9月12日至13日 联储局可能开会时 会再推QE3 或者其他量化宽松措施 所以令美元继续受压 而债券价格 下跌了 10年期的债息升上1.59厘 又加昨晚 先升到六尾 收95.36美元一桶 而今价 12月期今 跌了2元 收市报1694元 说回港股 昨天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恒指最低见过19117 收市收19145 跌了285 跌幅达到1.5% 成交增加到582亿多 因为有些公司 配股上板 好像水星星学和联想 不过跌市成交增加 也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 昨天港股跌 也受到内地股市拖累 内地股市 是连续连跌2天 上证中指创了43个月的新低 最低见过2029 收收2037 跌了6点 深正城市最低见到8182点 收收8242 跌了1点 内地股市也是维持着 跌多升少的弹省的格局 弹完又散 上证中指2000点都及格可危 而港股 昨天终于补回7月30日的上升列口 再下跌下面 还有另一个上升列口等着补回 这个上升列口 是阔2801点 介于18962至19163之间 如果看回恒指 由7月25日的低位18711起步 升到8月初高位20300点 两次破不了 一共是升了1589点 如果调整升幅的0.618黄金比率 是会回落到19318 但是现在的指数 已经低过水平了 即是反映 今次由20300高位回落 应该不是调整 而是又开始下行的跌势 所以后市是补回18962至19163之间 上升列口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即是有机会再下破19000点 我们估计今天恒指的支持位是19000点 而阻力位是19230 19000至19230 昨天港股跌 内人股也受到内人股拖累 因为看到民行跌超过一成 最低见过5.3毫半 其他的内人股也跌 普遍是1-2% 开始看到外资的投资银行 就唱淡一些内人股 信贷平级机构目的也发了个发表报告 内人一般见到的资产质量转差 是因为国内经济放缓影响制造业 中小企和东部沿岸地区 而房地产行业信贷紧缩 和政府卖地收入减慢 将会进一步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现在只是开始 内地方面见到有些国内机构更加付出行动 就开始大手减持内银股 星期一民行有500万股A股 被以10%的折扬率抛售 于是引发了它的跌势 而昨天就轮到普发银行 前日普发银行出现了一宗 1364万折扬的大宗交易 令市场担心内银来近 还会有很多这类折扬的大宗交易 会出现 股票方面我们今天建议 就是留意联想集团 因为它被日本NEC减持 股价就跌超过7% 但是它和NEC成立的日本合营公司 和联想本身的基本因素 都维持良好的 前景也值得看好 其实它今次NEC减持 很多方面都没有变 例如联想的基本因素没有变 在日本的合营公司 合营公司的市场占额率 已经升到25% 已经超越了东芝和Sony 成为日本最大 第一个人电脑生产商 前景都可以继续看好 而且今次NEC配旧股 不涉及发行新股 所以也不会令股数增加 对每股盈利构成坦薄作用 只不过NEC的首货 现在沽了出街 沽散了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完成收集 所以短期联想 或者短期有压力 但是中长线还是看好 另外它们又刚宣布 收购了巴西以3亿美元 收购3亿巴西雷亚二 对不起 三亿巴西雷亚二 就收购巴西的Digibot Electronica 这间做电子产品的制造商 这间公司有50年历史 主要从事个人电脑和消费 电子产品的制造分销 市场推广和销售业务 去年2011年 它们的徐随及非经常项目的日利 就是8580万港元 联想预期今次的收购可以巩固他们的市场地位 以及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产品 亦都可以在巴西拥有更大的营运规模和市场份额 因为巴西现在已经佔了个人电脑市场 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4.5%的分额 是继续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个人电脑市场 不过现在巴西的电脑市场的滲透率还是低 平均每两个人才有一部电脑市 大概是40个滲透率 40%到50% 相对于发达国家 平均85%的滲透率是低 但是有估计 由现在到2016年 巴西的滲透率 就会去到80% 和发达国家看齐 平均每人都会拥有一部个人电脑 所以未来4-5年 估计巴西的PC的负运量 会比全球市场的负运量的增幅高出一成 如果看回今次的收购 聯想其实在巴西的市占率 都是排第7位 最大就是Positivo 市占率有15% 而第二就是三星 第三就是Azer 占9%的市占率 三星有11%的市占率 聯想排第7位 收购之后应该可以提升市场份额 以及联想现在的巴西业务 仍然在亏损 因为规模小 以及要交高的入口税 但是完成了收购之后 应该可以拓大规模 产生规模效益 可以改善盈利 以及联想在较早前 亦都投资了3千万美元 在巴西圣保罗的工业园区 那里建厂 准备在那里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个人电脑 这方面亦都可以减少被入口税 联想今次因NEC减制 股价下跌 应该是一个低级的机会 建议买入价是6.1 目标价看6.8 只涉位是5.65 联想股票代号是992 二辈子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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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